字幕提供 大家都知道AMG是性能的一個代表 我們今天試駕的這台叫做GLE53 這台SUV作品在AMG的加持之下 它其實有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魅力 之前我們試駕包含了超跑 包含了性能版的轎車 這次我們要從一般的道路 去一些比較有趣的地方 5.3系列跟3.5系列一樣 它雖然不是傳統AMG One Man One Engine的動力打造 但是它實際上也是AMG精心調教的一個作品 這台搭載的是3.0升6缸的動力單元 它的動力數據是435mm 另外它的扭力是53公斤米 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這台是SUV 所以它搭載了氣壓式的懸吊 這個是標配喔 搭載氣壓式懸吊的重點 就告訴大家說 它可以對應許多不同的駕駛環境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氣壓式懸吊之外 它基本上 它在駕駛模式上也有許多的不同選擇 比如說Comfort、Individual、Sport Plus之外 它也有沙地的模式可以選擇 那這最主要就是對應說 希望在不同的駕駛環境下 我們這一台SUV都能輕鬆的對應 其實在SUV車款上面呢 AMG的性能它當然也同樣發揮得非常出色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它在一些配備設定上 讓這一台SUV除了性能之外 它也擁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包含了一些非鋪裝的路面 那另外一個它當然也可以讓你享受一些 不一樣比較自然的一些生活享受 那我個人覺得呢 如果你喜歡越野 喜歡享受山林生活 甚至於一些大自然的話 其實這樣的車款蠻好的一個選擇 想要了解更多的Mercedes AMG 歡迎點選影片上方的連結 來觀看下一部影片以及文章 透過不同的場景模式 我們帶您認識更多的Mercedes AMG